在馬總統領導之下 他這次所提的黃金十年 國家願景的首要 就是活力經濟 總統深深了解 我們國家所有庶民的 共同的期待 只有活力經濟 讓全國人民能夠分享 經濟成長 然後壯大的果實 讓全民來共享 這樣子的社會 才會是一個真正和諧的社會 所以總統在國家願景當中 特別提到在四個確保 就確保中華民國主權的獨立與完整 確保台灣的安全與繁榮 確保族群和諧與兩岸和平 確保永續環境和公益社會 這四個確保 其實就接觸到總統 服務我們中華民國 以及全體國民的最重要的 信念和堅持 然後活力經濟 是重要的國家願景當中 第一章 也就是揭開我們黃金十年最重要的序幕 總統的經濟戰略 也非常之清晰 他就是要壯大台灣 連結亞太 佈局全球 所以我就以上二要的報告 總統在以聯能提升效率 讓我們的政府 在各項國際競爭力的評比 在最適合投資 而風險最低的 這樣的一個評比上 我們在國際間獲得高度的肯定 另外 我們也在兩岸 把過去衝突對撞的攻擊 關係導引向和平穩定發展 而在整個經濟的這個活力表現上 在全球都遇到金融海嘯的襲擊 我們內在還有八八風災的這個衝擊 我們都能夠把穩度 在全國國人共同努力之下 在全球各個領域的表現 包括成長比較高 通膨相對比較低 社會相對和諧而穩定 而政府的效能 也能夠基本的在連結 而有效率之下 能夠不斷的邁進 另外 在非常重要的 永續環境和經濟科技的發展 我們不偏費 而能夠增進一個勞資和諧 環境跟科技和經濟 能夠堅仇併故的情況下 維持一個比較公益的社會 照顧弱勢 穩定這個農村 然後讓我們勞工相對獲得應有的保障 而不會妨害到工商企業的整體的發展 我覺得過去這三年半 總統是如同剛才陳理事長所說的 是有了很亮麗的一個成績單 我站在行政部門這兩年多來也深刻的體認 總結一句 凡是過去能夠有所寸進的 是由於大家共同的支持 今後如果還有機會追隨總統 繼續展開他第二個任期 我相信第二個任期有第一個任期好的基礎 在這個基礎上 證明 這是一個有能力 因應世界性的變局跟考驗的 一個有能力的團隊 我們一定在這個團隊當中 會在全國國人的鞭策 跟各位先進的支持之下 在總統的帶領 我們會全力以赴 再一次謝謝各位的愛護鼓勵跟支持 祝大家健康愉快 謝謝